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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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现在时间早晨的7点18分25秒 我是夏志平 大家早安 我是张宛如 在高雄气爆这个事件当中 我们看到今天媒体有很多的报道 谈到检调单位怎么去深入的调查 这件事件的起因 当大家很关心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的当下 我们去检讨公共安全之际 其实台面下是不是也看到一些政治的算计呢 而且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 央广官选团也要跟大家聊聊 这场灾难对选举的一个影响跟关联 因为其实我们也看到 现在国民党跟民进党方面 都已经纷纷说明 他们要暂缓选举的任何造势行动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民主国家当中 我们也看到 到底对于两党来说 此时此刻他们该怎么样 把一些现在可能看起来的危机变成转机呢 是 今天我们为您访问的是 中山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的教授 他也是政治学研究所的所长 廖达奇 廖老师 老师您早 主持人早 各位听众大家早 是 老师我们想请教您 目前来看 各政党都在高雄都已经暂缓了选举活动 这个时候的政治智慧的考量是什么呢 我想因为有这么大一个灾难 其实已经是三十人死亡 将近三百人受伤 那当然在这个时间 各政党都不已有任何政治上的特别明显作用 因为救灾救人是第一位 无论如何 你再多的全谋策略 那就在当下都是全民要团结 所以我想 不管是新当先执政的是 民进党的城局 这个负责地方政府 那国民党本来其实在高雄市 机会不是太大 所以本来也活动不是那么明显 话说回来 除了这个因为救灾 大家停止所有的竞选活动 那依照我们的选拔法 诚实地讲 现在也不应该有这么多的竞选活动 因为我们的选举报名法 是给市长是在选举前两个礼拜 才正式进行所有的那些什么 你看到的那些车子 到处广告宣传 那是正式竞选期 但是我们现在的法律很有意思 我们也问说 明明不是说选前两个礼拜进行 正式的选举才开跑吗 那为什么在选前 到处看板广告 各种的 都出来了 甚至那个小车子都跑了 那居然我们得到的答案 因为我也曾经做过选委会委员 得到的答案是 在规划的那个选举期间之外 无法可管 说是没有法律可以管 这也让我们想到 这个这次的那个融化的管制 那也居然说是无法可管 因为秉息的管制是没有 将官直接的法律 提到这两个字要管 秉息的管制 这也是我们其实面临 台湾法治上 这样子有这样的漏洞的时候 那几冠之间就互相踢皮球 那我们就卡在这里 你从这个面条呢 那其实正常来讲 本来这个时候就不是选举事好 就这无法可管这几个字 让人听起来很心寒 因为我们的公务员经常都会说 我们是依法行政 然后呢 好像法是很周延 对 法是很周延 然后呢 我们依法来做 可是法没有定的 我们公务员就不管了 这个真的是目前大问题 其实我们讲官僚体制 各国其实都会有这个情形 因为都会本位主义 只管它那个法律授权那小小的一块 但是超越这个授权呢 其实就某种程度是一个自由行政了 那如果没有很好的一个统合 那很可能就留于这个 在机关授权单位的条块之间的缝隙 就法律没有讲清楚的 因为白纸黑字也不能可能把所有的事情都规范清楚 就像丙烯这样子的 它是石油的一个附带的产品 但是 可是公务员因为没有看到白纸黑字 他就不管 那可能就会出现像今天我们看到的状况 这也是我们选举上常看到的 因为无法可观 你就看到很荒谬的 那可是集体上下都很同意这种荒谬 他都已经视而不见 因为在选前 根本没有到政治选举期间 人人都在开跑 开跑 人人都在挂看板 然后也没有人去处罚 也没有人去取缔 因为说语法无据 哦 原来如此 老师我想请教你 就是目前啊 就是在这个气暴案件发生之前 我们看到所有几乎数的民调 对于民进党的这位候选人士 就是现任的市长陈菊 那他的这个支持的幅度 应该是大幅领先国民党的杨秋新 在这个背景之下 那么昨天呢 有平民媒体有这样的报道啊 或者前天 就说选举之后 虽然大家暂停了这个 气暴之后 虽然大家暂停了选举活动了 但是呢 民进党里面啊 好像大家很忧心 万一经过这个事件之后 万一变天怎么办 于是乎呢 有很多的县市首长就开始来力挺陈菊 他们甚至于还发表了一些 比较感性的文章 说陈菊目前已经30个小时没有睡觉了 然后呢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眼看大家都是说 我们暂停选举活动 可是大家似乎都好像还是很怕 对选举结果会有影响 对不对 诚实讲 我就说像这种 虽然大家表面上都说不停下来什么的 那暗中的较劲 私底下的计量 算计怎么可能停下来 那其实我们必须说 当然因为大家都说 有这样的大内容 尤其我也是高雄市民 所以我们都不忍心 在这个时候太小人之心了 但是我们也其实看到 很明显的来讲 其实每个动作 包括你刚才讲的 民进党五个县市来提陈菊背书 那还有陈菊本身 在每次的发言跟中央的杠上的时候 开始把整个的起爆事件 全部推给中央 讲到这管线说 这是经济不在管的 那把所有的事情 然后只要中央说 财政上面 高雄先自理 然后不足中央不足 在每个诉求上 每个点上面 如果要想一下 全部都有政治上的考量 跟政治上的着力 那当然也因为怕 这么大的一个伤亡事件 起爆伤亡事件 一处理不慎 它可能就是会是 燎原的 就是影响到选情的一个重要的事件 所以那种算起来还格外 小心 但嘴巴已经喊说 现在不要计较蓝绿 大家一起同心共赴 这样一个打国难 他说是国难 在另外一方面 我们也看到 尤其民进党大选战 也是非常非常擅长的 所以在每个细节步骤上面 那其实都尽量小心刻意的 而且刻意的释放讯息 现在怎么可以去谈 政治斗争呢 怎么可以谈政党呢 那你中央不要因为你是懒的 对我高雄就这么差 你中央不给我补助 亲和一坑 讲的是非常的哀切 那所有的责任也都推给中央 那这种做法上 你闻起来读起来 说没有政治的味道 是非常困难的吧 那所以私底下的这个动作 是非常多 那当然这个 现在做的还稍微有点点技巧 还遮掩一下 那也许隔一阵子就很难说了 那现在已经开始 闻到这样的味道 那当然媒体现在也稍微 在谨慎的希望不要把它 全部都扯到政治上的斗争 对不管是媒体 还是参选人自己 都是很小心处理 都是为了要算计选举 会影响到哪一边 对啊 可是你知道 就有的时候反过头来想 在当下冲到灾难现场 救灾的这一些消防人员 救难人员 他们心中没有蓝绿 没有政治啊 是 是没有错 其实对我们的 我们看到我们消防员 这样的牺牲 其实非常心痛的 他几乎是熟寸铁 等于是这样冲到地线 然后在七宝现在 包括那个消防局的主密 到现在都还是没有的 对 不知道在哪 还有小队长 这个都是 还有那个小队长 刘耀文 大概都是灰飞烟灭了 所以这个其实 就讲讲这个公共安全 不追究责任 真的是 对这些人 才是真是情何一看 是 所以另外一方面 我们也想到 不管是在野者啊 或者是媒体 都要去把问题的根源 给找出来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监督的能量在这边 因为下面的管线 到底还有多少呢 趁这一次 好好的总体检吧 可是这样子的总体检 是不是之后 其实会反烧到 不知道是哪一个阵营 或者是哪一个政党呢 其实目前来讲 看起来就是这个局势 目前发展下 我的看起来 我的观察 是大概那个盘冲击的 并不是太大 那要看后续发展 就是包括这个责任 如果追究下来 那现在那个湘海 就是挂了那三条管线 挂在那水箱里面 中油的跟那个融化的 跟那个扶具的 那这些管线里面 是不是是谁挂的 那高中市政府知不知情 是先修那个湘海 还是让他们挂 还是他们偷挂 这中间责任 就会差距非常大 我不晓得 就是其他的听众 有没有follow这个 跟随的最近信息 如果说很确切 因为高中市政府 第一时间确实 把这所有责任推开 它包括不知道 说是有这个 融化的这个管线 那现在都慢慢的翻出来 如果证据越确凿显示 高中市政府的责任 相当重 当然现在看起来 李长荣是第一个 要负责的 是的 但是谁让李长荣 可以这样做 那管线怎么挂进去的 市政府到底是 什么时候知情 这施工的是 怎么样的一个过程 那这些如果责任 可以厘清的话 而高中市政府 确实有相当大的责任 那我想这个影响会出来 那如果现在资讯 还是个模糊战 就是大家各说各话 因为其实现在媒体 已经开始可以看出来了 哪些媒体是比较公 公那个陈局 哪些媒体是比较听的 因为媒体也分 这个蓝绿正常 你平常的蓝绿一下 因为已经经过 一个礼拜了 那所以这个 慢慢可以看到 那立场出来 当然追究责任 诚实客观讲 蓝绿在台湾 选举期间丢不掉的了 但是追究责任 是大家都要做 可是这个责任 如果证据不够 完全确凿的时候 那各说各话的空间都存在 那所以那某种程度 就是说把程度 现在非常高的支持度 几乎是 大赢洋求新48%左右的 这样的一个支持度 那也可能因为 这个责任的谈讨 那某种程度 会影响它现有的支持度 但是大概还很难 因为这些变化 改变成洋求新可以领先 但是当然看最后 这中间其实 每个细节环节都很重要 所以包括程局 这整个市政府的回应 都非常小心 民进党也非常小心的 在体谅 就是包括这个 五个现实样的出来 那为什么 因为这个过程里面 怎么处理 通常不是这个 弱势的这一方 因为这个舞台 不是弱势的 弱势的像洋求新 因为他不是现实 他几乎没有舞台 他说什么 这时候其实不是太强量 因为他毕竟不是执政者 那因为他是反对的一方 那所以他就只能低调 因为这时候 他讲不要搞选举斗争 那可是在这个执政的这一方 你表现的好 其实城市长 欧巴马在 20012年选前 其实他跟 被那个美国 另外那个 民主党的候选人 追得很紧 但是来了一个 Sandy台风 莫名其妙的 在冬天 十月多 在纽约吹 那因为他整个这个民主党的候选人就没有舞台 那让总统来发展 发挥 那总统发挥处理的又有板有眼的 所以欧巴马反而因为Sandy这个台风在纽约发生的 而让他的选情稳定下来 那所以后续这整个团队 市府的团队 还有民进党本身怎么因应这个事件 包括证据如果出来了 显示高雄市政府绝对有关系 事实上现在看见高雄市政府也绝对逃不了了 那跟前面高雄市政府说的话 对起来高雄市政府撒了不少谎的话 那或推卸了不少责任的话 那这个影响就要看双方的攻防了 看第一个高雄市怎么去防 就是这个前面处理上面一直推卸责任的 那还有呢反对党怎么攻 就是国民党怎么攻 这中间不是一步到尾 也不是一下能够说 就此陈菊就开始 这个支持度一路下降 没有看后续这个戏嘛 这双方怎么攻防 所以陈市长应该是仔细的去看一下 那也可以说以后之后的 不是之后 其实从来都有每个动作 陈菊的每个动作 每个说法都一定有他的政治考量 是 而且之后都会被检视 他一开始为什么这么说 那当然会被检视的 对之后其实公务体系 哪一个环节螺丝松了 这都要被检视的 那当然当然 而且他这个主帅也跑不了责任 当然也看大家怎么去 尤其是国民党这一方 那杨秋新什么时候要出来 其实这也应该也有他一定的考量的 什么时候出来 什么时候对这个事件 因为他毕竟还身负一个叫做政务委员的这个角色 就是刑警院政务委员 那是不是在中央上面会派给他一个特别的任务 因为就在防灾 其实在整个高中地区 他也希望中央来协助 那一定要有个窗口 那这些事情都是 这个机会都是看 真实讲背后都是政治算机 还有互相攻防的表现了 真的 尤其是这个原先陈菊 他的所有的竞选活动几乎是冷处理 那么在发生了气暴事件之后 到底接下来陈菊的竞选活动是如何 而且是这个国民党的部分 要什么时候再重启这些竞选活动 那更重要的是 在这个后续的责任越来越清楚之际 对于高雄市的选情影响 到底是什么 我相信这都是很多高雄市选民 最关心的话题 我们会随时为你锁定 这些后续的相关的报道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中山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的教授 也是所长廖达奇 廖老师接受我们的访问 老师谢谢您 谢谢 谢谢